认真讲好每一个故事,欢迎来到猎奇手册。 在2007年的一个夏日午后,正当天津京南区一段热闹的公路上车流如之时,一幕紧张的戏码正上演。 大约下午四点钟,一辆普通的出租车突然被警车堵截,警察迅速下车,直奔出租车而去。 车门被拉开,一名出租车司机和一位女乘客被请下车,紧接着,一副闪着寒光的手铐被戴在了司机的手腕上。 你就是乔国生,那个臭名昭著的黑衣色膜,警察的声音冷硬而迅速。 乔国生点了点头,脸上没有太多表情。 而那位女乘客原本对着突如其来的情景一头雾水,听到警察的话后惊恐万分,脸色立刻变得惨白,他差点站立不稳,慌忙中逃离了现场。 随后,警方将乔国生带回警局,拨通了他妻子庞玉梅的电话。 当庞玉梅接到电话,听说自己的丈夫竟是人们口中的黑衣色膜,他震惊得无法言语。 电话那头,他的声音哽咽,泪水不自觉地流了下来,都是我的错,都是我害了他。 他的哭声中充满了痛苦与自责。 为什么庞玉梅会这么说呢?事情的起因要追溯到几年前。 乔国生,一个普通的天津市金南区居民,于2000年与当地女孩彭玉梅结婚。 那时,他是一家汽车公司的高级技师,生活看似普通但幸福。 到了2002年,他们迎来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,一个活泼可爱的男孩,使得这个小家庭充满了欢声笑语。 然而,到了2005年的一天,事情开始发生变化。 那晚,乔国生和妻子的亲密时刻没有采取任何防护措施,结果彭玉梅再次怀孕了。 尽管他不想要这个孩子,因为家里的大儿子才三岁,但乔国生却坚持认为这是另一个生命,应当被珍视。 他说,生下来吧,哪怕再困难,我也能够撑起这个家。 彭玉梅最终同意了,到了2006年,他在医院里难产,生下了一对龙凤胎。 尽管最终母子平安,但彭玉梅身体和精神都遭受了巨大的打击,他对乔国生的怨言也越来越多。 家里突然多出两个孩子,让原本就不宽裕的家庭雪上加霜。 乔国生尽管努力工作,但公司的效益不佳,生活压力山大。 有一天,乔国生坐在破旧的沙发上,对妻子彭玉梅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, 要不,我辞职开出租车吧。 这样至少比在公司领纳点死工资强。 她的声音里带着一丝期待。 彭玉梅沉思了片刻,最终还是同意了她的提议。 夫妻俩开始四处借钱,最后凑够了买一辆二手下地车的钱。 但她们很快发现,要拿到出租车的准运证既困难又昂贵,几乎难以承受。 看来咱们凑不清那么多钱了,不如先开黑车试试,乔国生有些无奈地提议。 彭玉梅皱眉担忧地说,黑车太危险了。 听说那些没有计价器的车,乘客常常压价,有的甚至不给钱。 万一有人闹事,咱们怎么办? 乔国生尽力安慰她,没事的,我会小心的,先这么干一阵子。 就这样,乔国生开始了她作为黑车司机的生活。 但是,从他们的双胞胎出生后到现在已经七八个月,她和妻子之间的夫妻生活却完全中断了。 医生曾告诉乔国生,彭玉梅的身体已经恢复得差不多,但她的心里可能还有阴影。 尽管乔国生内心渴望与妻子亲近,但每当她提出要求时,彭玉梅总是冷冷地拒绝。 她白天辛苦跑车赚钱,晚上还得帮忙做家务,小心翼翼地讨好妻子,希望能修复他们的关系。 然而,有一次夜深时,她再次尝试接近妻子,却被彭玉梅一脚踢下了床,她愤怒地斥责她,你一天到晚就知道那事,三个孩子都快把我累垮了,你还想折磨我。 乔国生无奈,只好去客厅沙发上睡觉,心中充满了苦闷和无奈。 一天晚上,乔国生拉了一个衣着暴露的女客,她要求去红灯区。 车上,这女客和乔国生讨价还价,甚至提出免费让她睡一次。 虽然乔国生很久没和妻子亲近,但她还是拒绝了她的提议,坚决要求收取车费。 回到家后,乔国生有些罪意,向妻子吐露了她的苦闷。 我们是夫妻呀,夫妻应该相互心疼。 你不能总是让我一个人心疼你。 我真的很担心,这样下去会出问题的。 彭玉梅愤怒地反驳,我警告你,要是你敢出事。 我绝对和你离妻。 这件事之后,乔国生仍不断尝试和妻子沟通,他与众心肠地对妻子说, 这种事是夫妻间的正常需求。 我是个正常的男人,也有需求。 如果你每次都拒绝,我们迟早会有问题。 告诉我哪里不对,我可以改。 我希望你能理解我的苦衷,不要每次都拒绝我。 彭玉梅深吸了一口气,有些无奈地说, 你不该那么轻率,就那样和我。 你还坚持要我生下双胞胎,现在一想到亲近,我就害怕,万一我有怀孕怎么办。 再说了,你一个月挣的钱也不多,我一个人带三个孩子,哪有心情去想那些事啊。 乔国生急忙辩解,我保证,以后每次都会采取措施的。 你不是也上还了吗?我们再加上其他的防护,应该不会有问题。 话是这么说,但避孕措施也不是百分之百安全,我还是很担心。 彭玉梅眉头紧锁,我有个朋友,上还了还是怀孕了,最后不得不去医院处理,太可怕了。 还有,现在市面上那么多劣质的安全套,万一出了问题怎么办? 乔国生无奈地说,哎,老伯大人,你想的太多了,咱就不能想想好的方面吗? 我发誓,我会更努力工作,让你和孩子们过得更好。 我真的很久没和你亲近了,你不能用这种事情来惩罚我。 彭玉梅听后,语气稍微软了一点,其实我也不是故意要惩罚你,我只是对那件事提不起兴趣。 要不这样,除了每个月的家用,你每天再额外赚五十块给我,连续一周,我就答应和你亲近一次。 如果这期间你没交够,那就得重新开始。 彭玉梅提出了条件,乔国生听后愣了一下,然后无奈地说,这样一个月不就得四千五百块? 我那些开车的兄弟,谁能一个月挣那么多钱啊?你这不是逼我吗? 我知道这对你来说不容易,但是咱们三个孩子将来还得上学,钱总是需要的。 您努力挣钱,我会把钱都存起来,为孩子们的未来做准备。 彭玉梅的声音中透露出一丝坚定。 乔国生和彭玉梅经过几轮讨价还价,最后达成了协议,交够七次就行。 如果中断,不扣时间,只需累计够次数。 然而,作为黑车司机的乔国生,收入时好时坏。 有时候他能够按时凑够额外的五十块,但有时候连家用都凑不起。 他的同事们甚至取笑他,你这么拼命赚钱,不会是要包二奶吧? 乔国生烦躁的回应,连老婆都应付不过来,还包二奶。 尽管如此,乔国生为了和妻子亲近,还是坚持每天努力赚钱。 但当他终于凑够了钱,他们同房时,彭玉梅却表现出极大的不耐烦,整个过程冷漠至极,让乔国生感到非常沮丧。 他轻抚着妻子冰冷的身体,心中涌上一阵失落和无畏,感觉自己像是在对待一块没有感觉的木头,这让原本应该温馨的夜晚变得异常煎熬。 在那段充满挣扎的日子里,尽管乔国生费尽心思地攒够了钱,如实交给了妻子,他的夫妻生活依旧无法得到保障。 妻子在心情较好时,或许勉强应允,但在心情不佳时,他总能找到种种借口拒绝他,或说自己感到身体不适,或抱怨妇科病复发,或埋怨孩子闹得他也不能寐,或直言生理妻一致。 这些借口让乔国生感到束手无策。 有一次,由于那个月没能挣够规定的钱,乔国生已连续二十多天未能与妻子亲近。 他请求妻子破理通融,哪知妻子坚决不同意,还重申规矩不可破坏。 这让乔国生感到既愤怒又失落,一人独自跑到浴室,在洗澡的同时,默默滋味以求发泄,心中充满了屈辱感。 他自嘲地想,这种行为不是没有欺宠的男人才会做的事吗? 在那一瞬间,他甚至考虑过离婚,但一想到那三个可爱的孩子便又把这念头压了下去。 2006年的某个9月午后,乔国生喜气洋洋地回到家,把当天赚的格外丰厚的钱全部交给了妻子。 他希望能按照他们的协议享受夫妻间的亲密时光。 然而,当他提出请求时,妻子却冷着脸拒绝了,你疯了吗?大白天的想做那事。 乔国生不甘心,缠着他说,白天怎么了?我们是夫妻,难道不可以吗?你怎么这么不通情理? 彭玉梅冷淡地回答,不行,我不习惯白天做这些,而且我现在一点兴趣也没有,别逼我,想想后果吧。 乔国生只好无奈地等待天黑,但到了晚上,妻子依然拒绝与他亲近。 经过一番好言相劝,妻子虽然勉强同意,但整个过程中,她的身体僵硬得就像木偶一样,完全没有配合她的亲吻。 尽管妻子每天都准备美味的晚餐,当她一起用餐,严格按照承诺为孩子存钱,每月还会给她看孩子名字写着的存折。 但乔国生仍感到生活中缺少了些什么,内心难以平静。 白天在街上开飞车时,外面有乘客刁难她,晚上回家,又面临妻子的埋怨。 这让她感到自己作为一个男人的尊严受到了极大的伤害。 疑子在被妻子再次拒绝后,她气愤地驾车离开家,没拉一个客人,直接开到李家私家小影院,边喝酒边看《蛊惑仔》系列电影。 电影中黑帮人物的血腥与暴力让她热血沸腾。 她觉得男人应该像电影里的角色那样,用拳头和勇气去征服这个世界。 那天晚上,她心中萌生了一个奇怪的想法。 从影院出来后,乔国生决定要像电影中的蛊惑仔那样,去大街上找回自己作为男人的尊严。 她想让妻子明白,以性作为惩罚的危害。 当晚十点多,她在一家五金店买了一把匕首,把车停在了小影院门口,生怕开车被警方盘查。 她偷离一辆路边的自行车,换上黑衣,遮住脸部,直露出双眼。 乔无声息地向工厂密集的地方寻找目标。 几分钟后,乔国生的眼睛捕捉到了一个独自走路的女孩。 她的动作迅猛如猎豹,突然从暗处冲出,将女孩劫持到一个偏僻的角落。 女孩被这突如其来的袭击吓坏了。 尤其是当一把冰冷的匕首架在她的脖子上时,她不得不被动地跟随着乔国生的步伐。 乔国生威胁着她,别动,否则我手上的刀子可不保证不会伤到你。 女孩在恐慌中结结巴巴地说,如果你需要钱,我可以给你,只要你不伤害我。 乔国生并非真正意图抢劫,但情势所迫,她还是顺手夺走了女孩的包。 在女孩惊恐万分的挣扎中,乔国生一时恼羞成怒,竟不慎将匕首刺入了女孩的腹部。 女孩痛苦地尖叫起来,很快就有人被声音吸引而来。 听到脚步声靠近,乔国生急忙丢下女孩逃离了现场。 这次的侥幸逃脱让她后怕不已。 每当她想起那名被她伤害的女孩,她都会感到心惊肉跳。 自此过了半年她都如惊恐之鸟,不敢安心。 在接下来的半年里,虽然警方未能找到她,乔国生重新回到了日复一日的正前生活中, 但她的妻子对她的态度依旧冷淡。 有时为了避免与她同房,她甚至会故意与孩子们睡在一起,把她独自留在另一个房间。 随着时间的推移,开除租车赚钱越来越难,有时候连基本的生活费都赚不到, 更别提满足妻子提出的额外要求了。 乔国生感到愤怒而无奈,她决定再次寻找机会,试图找回作为男人的尊严。 2007年5月14日的一个晚上9点,她再次穿上黑衣, 骑着自行车,在城郊的乡村道路上游荡。 她看到一个女人站在路边打电话,于是停下自行车, 翘翘靠近,用匕首抵住她的腰,迅速夺走了她的手机并关机,威胁她不许出声。 这名女人被她强行带到一块荒地,乔国生在一阵冲动之下被她施暴。 事后,这名女人带着屈辱走到了附近的派出所报案,警方对此案件高度重视, 并开始不空抓捕这名黑衣色魔。 此后几天,乔国生因恐惧而不敢再出门, 每晚都提早回家,闷在屋里,不敢有任何动作。 6月中旬的一天,妻子提到城外有黑衣色魔的案件, 她需要回娘家,让乔国生送她过去。 乔国生半开玩笑地问,如果我是那个色魔,你怕不怕? 妻子冷冷地回应,救你,借你十个胆子你也不敢。 尽管乔国生在内心深处感到极度煎熬, 她却无法表达出来,她无奈地叹息, 感叹妻子给她带来的束缚比任何痛苦都要深重, 不知何时能有解脱。 晚餐后,夫妻带着孩子一起接往彭玉梅的娘家, 一路上二人再无交谈。 乔国生有一次忍不住向妻子吐露心声, 你打算什么时候结束这个对我的性惩罚呀? 彭玉梅若无其事地回答, 但我想通了,到时候自然会放你一马。 这句话让乔国生感到彻底绝望, 她心想,她什么时候能想通, 这种日子还要持续多久? 她开始怀疑,这样的婚姻还算正常吗? 这种夫妻生活真的可以接受吗? 但彭玉梅似乎并不觉得有什么问题, 她甚至觉得这样的生活挺好, 丈夫白天忙着挣钱,晚上不打扰她休息。 然而,乔国生没有意识到的是, 这种持续的冷漠和惩罚症逐渐将她推向了一条不归路。 7月3日凌晨, 乔国生仍在街上游荡, 没有回家的意思。 这时, 她看到一位摇摇晃晃, 显然和醉酒的女人在街边走着。 已经好几个月没有亲密接触的乔国生看到她时, 内心的欲望瞬间被点燃, 就像恶极了的豹子见到了瘦弱的猎物。 一个声音在她脑海中响起, 促使她追上去, 释放自己的欲望。 乔国生没有伪装自己的身份, 直接驾车靠近那位女性。 她停下车, 冒充便衣警察对她说, 你跟我来一趟派出所。 女人迷茫地看着她, 我犯什么法了, 我只是和男朋友吵架, 喝了点酒。 乔国生心中的原始欲望越来越强烈, 她坚决地说, 不行, 你得跟我走。 说着, 她粗鲁地把女人拉到了副驾驶座上。 女人坐在那里, 可怜兮兮地看着乔国生, 这样吧, 我请你吃夜宵怎么样? 只要你不把我带到派出所。 乔国生的确感到饿了, 便答应了。 他们去了一家烧烤店, 点了一些烧烤和啤酒。 吃完后, 女人重新上了乔国生的车。 乔国生不知该去哪里, 她看到女人显得困倦, 心中一瞬间涌起了怜悯。 她想, 对一个醉酒的女人下手, 这实在是太卑鄙了。 她又查看了自己和车内, 发现自己今晚没有穿那深黑衣服, 开车作案风险太大。 开了一段路后, 那女人突然让她停车, 然后匆忙下车在路边呕吐。 乔国生问, 你家在哪儿? 要不我送你回去, 你给点油钱就行。 她坦白道, 实话告诉你, 我不是便衣警察, 只是个出租车司机。 如果你身上没钱, 我就免费送你一程。 女人擦了擦嘴, 惊讶地问, 你为什么要这么好心送我回去? 乔国生回答, 我看你喝醉了, 担心你遇到坏人。 本来想送你去派出所, 让警察帮你回家。 但看你这样, 还是别麻烦警察了。 乔国生在心中真正地决定, 要放过那个女人, 带着一丝罕见的慈悲。 然而, 当她坦白自己只是个出租车司机时, 女人的反应却完全出乎她的预料。 女人疑惑地问道, 你说你开出租的, 那你的车上怎么没有出租车标志呢? 我猜你开的是黑车对吧? 我告诉你, 我有熟人在派出所, 今天非要揭穿你的真面目不可。 你说你有好心, 那我们就去派出所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。 乔国生听了这番话, 心中的火气瞬间被点燃。 他心想, 这本是一条回天堂的路, 你偏要往地狱里闯。 既然如此,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 他冷哼一声, 应道, 好啊, 那你上车, 我们去派出所好好理论理论。 女人在酒精的作用下, 可能还未完全清醒, 便鲁莽地硬了下来, 好, 我们就去。 我要让你的真面目暴露。 乔国生暗自起了恶念。 女人上车后, 她突然踩下油门, 车子飞快地驶出, 然后突然猛踩刹车, 将车停下。 在女人还未反应过来时, 她猛地扑向她, 用力将她掐晕。 控制不住内心的野兽, 她将无力抵抗的女人拖到后座, 强行对她施暴。 就在这过程中, 女人渐渐苏醒, 含着泪水, 痛斥她的暴行。 乔国生咬牙切齿地说, 我本来已经放过你了, 是你自己不肯放过我。 她的心理扭曲到了极点, 怒从心头起, 误打误撞地认为, 只有彻底消灭这个证人, 才能永远掩盖事实。 于是, 她掏出随身携带的匕首, 狠狠地向女人腹部连刺竖刀, 然后将她拖到路边的水沟里, 冷血地抛起了她。 乔国生逃离现场后, 认为一切已了无痕迹。 然而, 事情远没有她想象中那么简单。 凌晨四点左右, 一位路过的行人, 发现了从水沟中艰难爬出的女人, 浑身是血, 奄奄一息。 这位行人立即拨打了急救电话, 并报警。 警方接到报案后, 根据女人提供的描述, 迅速锁定了乔国生为嫌疑人。 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与追踪, 终于在8月16日, 抓捕了仍在街头拉客的乔国生。 当彭玉梅得知丈夫实为那名恶名昭彰的黑色魔鬼时, 震惊之余, 她沉默良久, 难以置信。 不久, 她悲痛欲绝, 意识到自己对丈夫的冷漠可能是她走向犯罪道路的一大诱因。 尽管乔国生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, 彭玉梅决定为她聘请天津市最好的律师, 希望能为她争取到最轻的刑罚。 她深知, 无论结果如何, 他们的生活已无法回到从前。 2008年2月12日, 天津市某中级人民法院对乔国生的案件进行了一审判决。 因涉嫌强奸罪、 枪劫罪和故意杀人罪, 乔国生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。 这一判决已经宣布, 即彭玉梅也好, 乔国生也罢, 都没有选择提起上诉。 彭玉梅在庭外说, 她犯的案子这么严重, 法院没有判她死刑已经是非常仁慈了。 而乔国生对此表示, 我接受这个判决, 我将在狱中努力改正, 争取表现好, 希望能减刑。 在乔国生服刑期间, 彭玉梅曾去监狱探望她。 谭卫眼婆娑地对丈夫说, 你做出了那些伤天害理的事, 我自己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。 如果当初我能意识到自己的做法过于极端, 也许就不会有今天这样的局面。 你就专心在里面改造, 家里的事情我会处理好, 我会好好教育孩子们, 我们都会等你回来。 乔国生听后, 泪水不自觉地流了下来, 她语色良久, 艰难地说, 是我对不起你们, 如果你觉得太辛苦了, 不必再等我。 这段对话充满了悔恨与无奈, 乔国生无法想象, 自己在狱中度过漫长岁月, 而瘦弱的妻子如何独自抚养他们的三个孩子。 这起案件引发了人们对婚姻中性生活问题的深思。 性生活, 作为夫妻间的重要组成部分, 其和谐与否直接影响着家庭的幸福感。 虽然像乔国生这样, 因为性生活不和谐而走向犯罪的极端案例并不多见, 但生活中确实存在许多因性不和谐而痛苦的夫妻。 性不仅仅是生理需求的满足, 它还是夫妻间沟通和表达爱意的重要方式。 性和谐可以强化夫妻间的情感联系, 增进理解和信任, 而性不和谐往往会导致情感的疏远, 甚至是婚姻的破裂。 然而, 和谐的性生活并不意味着婚姻一定幸福, 但不幸福的婚姻中性生活通常是不和谐的。 当夫妻双方在性方面无法沟通时, 他们失去了一个维系彼此关系的重要纽带, 剩下的可能只是日常生活中的琐碎和冷漠。 因此, 维护夫妻间的性生活和谐, 不仅仅是满足生理需求, 更是维护婚姻关系的重要方面。 在处理这方面的问题时, 夫妻双方都应该本着开放和理解的态度, 共同寻找解决之道, 避免让问题恶化到不可挽回的地步。